原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坤 是一位至今尚未定性的人 平行官大姐后 他就带着三万军费 神秘失踪 七斤毫无赢信 直到今天 他的失踪依然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115师我们都知道 当时的师长是林彪 周坤从1927年开始 就跟随毛主席闹革命 是我党一位资深的老党员 他参加过秋收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底的建立 以及红军两万五千里的朝政 周坤工作能力非常强 干事积极认真 思维缜密 是我党工作上的一把好手 他开始只是一个小队长 但是仅过了三年就成为了军长 连升五级 可见组织对他是多么的看重 这使得周坤 资历出众 能力出众 威望出众 与当时的林总彭总 完全有一拼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然而到了1938年 却发生了一件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当时身为115市参谋长的周坤 突然神秘失踪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同年二月的一天 周坤开完会后 走出总部 他对警卫员说 这个跨包里有重要文件 需要立即交给王炳章科长 警卫员接过跨包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理后 转身去找王合掌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 部队中再也没有人见过周参谋长 开始大家还以为周参谋长有紧急事情没有来得及打招呼 处理完就会归队 数天后 上级终于察觉到事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于是派出大量的人数去寻找 结果确实毫无音信 一个大货人就这么 人家蒸发了 后来人们打开了警卫员送的那个跨包 跨包里只有两样东西 三万块钱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他共领取了军费六万块 给部队留下了三万 自己带走三万 我查了一下1937年的一块大洋 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五十元人民币 所以三万块钱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 周昆协巨款 失踪本就在部队中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接下来半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彻底将周昆失踪案推上了风口浪尖 1938年3月2日 115市的市长林彪遭果军枪击 差点命丧当场 多亏救治及时 保住了性命 以后又去苏联治疗 始终无法痊愈 就留下了顾忌 强悍的115市两位最高级将领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一人失踪 一人重伤 使得115市战斗力大打折扣 这就很难使人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那这两件事到底有没有联系呢 是巧合还是人为呢 周昆神秘失踪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这件事我们的人一直在调查 但是却始终没有结果 对于周昆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是由于其失踪后去向不明 真相未知 我们也不好评猜测 往家推论 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也许事情的真相 只能够等待时间探了我人家来回答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帖国 一个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感谢大师们的关注点和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